雪比雪比 二倍雪比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收看到是由冷酸林灌迷播出的娱乐金风 娱乐虾气拔面汤 我是佳佳 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一开始 首先来关注一下央视春晚的最新消息 就在昨天2016年猴年央视春晚的吉祥物也是正式发布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次的吉祥物是一只名叫康康的猴子 康康是由国际一级美术师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创作者韩美林设计 以中国传统水墨画的艺术形式 生动地表现出了猴子的机灵活泼的特点 它也是作为春晚历史上的第二任的吉祥物 康康这次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今年春晚的舞台上呢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大胆地来猜测一下 那接下来就走进我们今天的娱乐快新 冯小刚新作热拍 发明明半村妇孤立雪中 近日寒超来袭多地迎来降雪 昨日冯小刚在微博晒出了自己的新作 《我叫李雪莲》片场照 并拍完称《老天给面》 而在照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剧组正在雪天中紧张地拍摄 与此同时范冰冰也在微博晒出了自己 站在雪地中的背影照 照片中范冰冰以村府现身 穿着龙肿土气 一改往日美艳形象 背对镜头望向远方 据悉范冰将饰演片中李雪莲一绝 《我叫李雪莲》改变自刘振云的小说 《我不是潘金莲》 讲述了一个顶着潘金莲冤名的女人 在离婚后走上了告状路 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 而冯小刚将通过喜剧的形式 改编这部现实题材的小说 相声太岛马三丽 原来他竟是摇滚界的老炮 马三丽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马氏相声 是相声界年龄最长 辈分最高 资历最老 造诣最深的相声太岛 深受观众的热爱与尊敬 而这位已故的人民艺术家 竟然也有摇滚的模样 近日有网友晒出相声大师 马三丽早年拍摄广告旧照 照片中 马三丽一身锚钉机车服 朋克造型十分酷帅 这组照片大概拍摄于20年前 当时马三丽正在拍摄某商业广告 2003年他去世后 他的相声依然活跃于电视音频 经久不衰 而这组旧照激起了不少网友的缅怀之心 长江图入围柏林主金赛 成华语独描 第66届柏林电影节 日前公布了最后8部主金赛单元入围影片 中国导演杨超的《长江图》 成为唯一一部入选的华语片 《长江图》是由秦浩 星之雷等主演的魔幻爱情史诗巨制 而这部作品是中国最后一部 用胶片拍摄的电影 拍摄制作时间超过4年 经历数次普拍 其独特质感和空间结合 建立了该片独树一帜的审美品味和影像风格 早前导演杨超 请到2004年 凭借旅程 获得第57届嘎那国际电影节 最佳处女座特别奖 金赛战机特别假 此次会不会拿到头筹 令人充满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电影是2012年 去射的老戏骨江华林老师的大荧幕一作 王星人亲密拥抱超温暖 娱乐前锋争计猛宠视频 近日加拿大某网友 发现自家的狗有亲密拥抱的新技能 将其照片发布在社交网站上 获赞打2300万次 而这两只狗也变得密不可分 不时还亲密拥抱 场面暖化人心 你家的宠物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新技能呢 赶快把这一瞬间收下来 发到极先锋吧 娱乐前锋争计猛宠视频 真集中 快把你的传统 发现到节目中来吧 整理报道 好的 娱乐开心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电影方面的最新消息 猴年呢 马上就要来到了 一部非常应景的 西游记之孙悟空三大白骨精 也会在大年初一隆重上映 那么昨天呢 所有的主创人员 全部出席了首映的发布会 分享了他们拍摄之中 发生的一些趣事 那么上一次呢 是在西游记之大闹天空之中 饰演牛魔王的郭富城啊 这一次是摇身一变 变成了八块腹肌的美猴王 不过呢 对于这次的转型 其他的主创是赞不绝口 而郭富城谈起来这个角色 则是无比的感慨 因为呢 他说每天的特效化妆 需要八个小时 而且啊 上妆之后不能喝水 实在是渴得不行了 每次都只能喝一滴 感受一下水的滋味 因为呢 如果说要上厕所的话 仅仅脱掉这个特效的服装 就需要两个小时 那么在四个月的拍摄过程之中 郭富城每天都是这么过来的 真的是不容易 昨日电影戏游戏之三打白骨精 在北京举行首映里 导演郑宝瑞协主演郭富城 龚力 冯绍峰 小沈阳集体亮相 这也是首次全体主创 集结尾新片站台助威 为了和当天喜庆的气氛对应 小沈阳一身红外套亮相 一出场就调侃起了现场的媒体记者 2014年春节 西游记制大闹天宫 已过十亿的票房 刷新了当时内地票房市场的多项记录 如今 这部耗资4.5亿的续集 三打白骨精 依旧锁定春节档切 继续主打群星牌 除了将冯绍峰 郭富城 小沈阳和罗仲谦 组成了取经四人组之外 还颇天荒地邀请到了 龚力饰演大反派白骨精 不过这个戏里的大反派 在发布会上一登场 师徒四人可是恭恭敬敬地欢迎了起来 哇 这样的场面 师徒四人列队欢迎白骨精 也就在发布会现场能看到了 一起迎白色的鹿背贴身礼服 女神气质展露无遗 不过气场全开的龚力却谦虚地表示 演艺像白骨精这样家喻户晓的女妖精 又是首次挑战从18岁到81岁的年龄跨度 并不简单 没有演过一个妖精 妖精怎么去演 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新的尝试 这个白骨精这个人物 怎么能够让大家有所感觉不同 这是一个挑战 我觉得我很喜欢挑战 所以就 拿下的这个角色 不是拿下 是尝试的这个角色 谈到和师徒私人组的合作 龚力表示非常开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拍戏过程中 大家也越来越有默契 发布会现场 自带喜剧效果的猪八戒小沈阳 逗趣不停 在女神龚力面前 又是撒娇吃醋 又是惊吓晕倒的 让人忍俊不禁 当时知道是小沈阳老师 赶紧叫医生呢 他就不让我跟三生去讲话 为什么呢 不许你跟别的男人讲话 此次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 将在海外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一百个城市同步上映 影片定当于二月八日大年抽一 届时布房和家人一家伟园 自同皆自尾 就像是我们师父手中 拿的这个佛 好的 看完了电影方面的消息 接下来的家 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真人秀的消息 以校道为主 打造的大型真人秀节目 旋风孝子 将会在一月二十三号 登陆到湖南卫视 旋风孝子呢 因为有高人气的黄晓明 郑爽 陈乔恩 杜纯 鲍贝尔 和曹格六大明星 以及他们的新爸新妈 一同加入 碰撞出了无数的话题 让节目是微波鲜火 那据了解呢 节目之中啊 明星嘉宾需要和父母 其中的一人返回家乡 相处六天五夜的时间 并且呢 要完成父母的心愿 这个节目呢 全程采取了五角本的拍摄 节目之中的六位明星嘉宾 与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 上演的都是百分之百 欢乐又真实的故事 堪称是绝对尊宗的 真人秀节目 什么场景下 小明哥才会老实地回答 这样尖锐的考问呢 近日 湖南卫视中 帮推出的真人秀节目 旋风孝子 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 华晓明 郑爽 陈乔恩 杜纯 鲍贝尔 曹阁带着新爸新妈一同出席 都说和父母一起出席发布会 绝对是莫大的考验 无法遇到的现场 无法回避的问题 就这么尴尬的通通出现了 于是当妈妈无意爆料出 想生几个小孩的秘密 我们的小明哥 只能心里冒冷汗了 这是想生多少个啊 多生多多最好 多姿多孙 想生个族小队吗 压力好大妈 你别说了 我心里面想六个 哇 你怎么生孩子不是按窝旋的 好妈妈 别人问过我 他就说妈妈 别人有问的 你要几个孙子 我说要半打 小明哥 我差力很大的 我没想好说的 俩字都送你 加油 加油 对对 我会保重身体的嘛 加油 当比结婚了的小明被催生 未婚的则是怕被现场催婚 早前网络上流传了一组 郑爽和爸爸一起录制 旋风孝子的现场照片 瞬间高颜值的郑爽爸爸就火了 网友们纷纷求爽爸爸出道 果然一上场的郑爽爸 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大家好 郑爽爸爸 郑爽爸爸 已经帅得可以出道了 有慕友 有 不讲 还没有这个大事 而对于女儿的终身大事 郑爽爸爸显得温和了许多 丝毫没有要催女儿结婚的意思 不过爽爸爸可是透露了 择女婿的标准 真正你爱你 关心你 喜欢你 对你的职业 得应可 家乡东北话 就是小伙子必须得实称 对家庭 对社会 得有责任的 我明白了呗 反正就赵老爸这样找就对了 是不是 应可不 发布会上除了帅气的郑爽爸爸 可爱的小明妈妈之外 陈乔恩的妈妈则是非常的直爽 舞台上说唱就唱的个性 只能让陈乔恩偷偷捂着嘴巴乐 而谈到则旭的标准 节目组给出了四个当红男性的照片 以供参考 不料直爽的陈妈妈 对王凯情有独钟 这个吧 这个比较帅 哪个哪个 哪个是这个吗 这个 这个是吧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是王凯 王凯 对 我觉得他就感觉很亲切 看起来很温和 最新作为互单位 是2016年的开年综艺节目 旋风孝子全程百分百的 五角本拍摄记录 将展现六位明星和自己的爸妈 一起独处六天五夜的情景 发布会上 新爸新妈们就有点让人hold不住了 不知道节目中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请关注本周六晚十点首播的旋风孝子 前方编辑正如报道 我们常说呢 百善孝为先 很多人工作了之后 或者上大学之后 跟父母之间的距离 就会越来越远了 我想对于明星来说 更是这样 那这次呢 有个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跟爸妈妈相处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一个放松又工作的机会了 如果说大家想看的话 就可以在1月23号 锁定湖南卫视旋风孝子 那接下来大家要说到的这个消息呢 跟家也是有点关系 因为呢 我还有一个节目叫做 我是大赢家 这两天呢 也是相当的热闹 因为呢 万众瞩目的总决赛就要来到了 由湖南娱乐频道 亲力打造的棋牌抑制节目 我是大赢家 明晚将迎来跑南旁 于第二季的总决赛 通过六轮选拔 三位棋牌高手 从数万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本赛季的前三甲 明晚他们将迎来终极之战 争夺湖南省 跑得最快的人的殊荣 除了为荣誉而战 前三甲还将为丰厚的奖品而战 我今天一定要介绍 就是我们的冠军大奖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车型 大家都说美女要配香车 但是我知道呢 我们今天的前三甲呢 好像都是男生 对不对 都是男生 所以呢 他们是送给自己的老婆呢 还是送给自己的家人呢 还是自己用呢 我们都要期待一下了 当然这是我们的冠军大奖 我觉得很激动了 大家知道我们的亚军和季军大奖 是什么呢 跟着我过来 当然呢 我们的亚军大奖呢 也是价值 一万五千元的豪华家电一套哦 就是特别是 如果你刚刚购买了新房子的话 那这些家具 全部可以通通抱回家 每到这儿 我又更加激动了 一定要说到的是 我们的季军大奖了 连季军大奖都这么的优秀 就是我们的苹果电脑一台了 在如此优人的奖品面前 前三甲的选手 却都十分淡定 几乎所有参加过 我是大赢家比赛的选手 都表示心态是制胜的关键因素 无论比分多么悬殊 无论局势多么反转 都一定要保持心态的平和 我是一玉东来自长沙 长沙哪里 长沙南门口 我也想问一下 你自己有没有一些 打这个跑得快 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呢 这个七分的 这个运气三分的这个技术 至于这个技术 就是在平时不断的 在平常的这种娱乐活动当中 跑得快当中去积累 穿了一个非常青春的 粉色的西装外套 你要介绍一下你今天的这一身装扮吗 可以装扮 这个是栏目组给我选择的 平常我不太喜欢穿这种 颜色的 颜色比较艳丽一点的 有时候也需要一些运气吧 手机运气 所以这个红色 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好运是吗 对对对 本次的前三强 都是地道的湖南小伙 他们从事不同的行业 但在闲夏时光 和好友一起切磋排击 是他们共同的爱好 自从参加 我是大赢家比赛以来 他们在棋牌界广交好友 为了能第一时间分享赛果 三位选手都自带亲友谈助阵 最后的大奖会发落谁家 谁又能开走酷炫的轿车 明天下午5点50分 准时守候湖南娱乐频道 看谁是跑得最快的人 障风记者长沙采访报报道 是的 我是带人家奖品报回家 第二季嘉年华的奖品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关注了 明天呢就是总决赛 到底这三位谁会成为冠军呢 大家一定要在5点50 锁定湖南娱乐频道了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好消息呢 我想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 会特别的开心 跳票许久的《明飞传》 将会在2月13号登陆到东方卫视 《女衣》《明飞传》呢 是以公元15世纪的明朝作为背景 讲述了女衣谭允贤的传奇一生 虽然说在剧中啊 这刘诗诗饰演的谭允贤 万千宠爱于一生 但是啊这刘诗诗否认 谭允贤这个角色就是玛丽苏 也不想和大长金做比较 那昨天呢 这个剧是在上海举办了发布会 已经自度合作的刘诗诗和霍建华两个人 谈及再度合作也是亦有未尽 各位都是民间圣手 还望你们早失良药 早日治好太后娘娘 若有妙手回春折 本宫出赏的意外 还另有加恩 她竟然你说太后娘娘没有病 简直是睁着眼的说瞎话 什么菊花沉香蒸肉园 明明就是神节开节伞 到底是谁推荐的人 简直是有辱一得 从2014年初开机至今 数度放观众歌子的《女衣》《明飞传》 终于是要在南产两年之后 和各位小主见面了 这部由老干部霍建华 和新近人气刘诗诗 四度合作的古装大剧 恐怕又是要掀起一股收拾的热潮 近日主演刘诗诗霍建华来到上海 会即将在2月13日 登陆东方卫视的《女衣》《明飞传》宣传造势 不管是花千古中高冷的师傅 还是他来了请闭眼里的傲娇自大狂 老干部霍建华统统完美后助 不过相比以往塑造的成熟款男主 此番在《女衣》《明飞传》里 霍建华可是极热烈 深情叛逆于一身 妥妥的外向角色 当然却小编所知 咱们华哥本人还是很内敛的 朕是天子 朕会得到你 郑琪 你一直都知道 朕是喜欢你的对不对 你告诉朕 你有没有一点喜欢朕 告诉朕 其实你往扮演的角色 有些都是会比较 收敛内力 会比较藏在心里 但这个人物是比较直接的 但跟你的差异实上是蛮大的一个 因为你是一般来讲的话 会吵在心里 对对对 因为没有人可以说 现在还没有人可以说 没有的我都可以 有心事的时候 才会发现好朋友的重要性 而一项备受关注的是 胡不是货CP 最近也是动作频频 继此前五年正月后 胡货二人最近又一同 前往了北海道拍摄大片 两爷妈打雪仗的画面太美 小编我还是忍不住要看 西里和湿湿有一场甜蜜的雪地华尔兹 戏外和胡哥也不往美景打雪仗 莫尘华哥 五年之约要是真的达成了 这雪仗还打不打了 就五年后还会再打一场雪仗 如果我还打得动的话就打了 很有希望 包括此前的仙剑三 怪侠一枝梅 西里人师在内 霍建华和刘诗诗这对银评CP 已经是四度合作了 两人的默契程度自然也是不言而悦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随意的状态 但是大家都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东西 很舒服 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景 很难得 因为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沟通 是 大家很了解 就有一种火气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很珍贵的 前锋编辑整理报道 好 关注完影视方面的消息呢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耳朵的声音 好声音了 近日呢第三季的中国好歌曲 是迎来了最新的录制 RMB十足陶哲的加入呢 是指这个歌手的选拔更具有说服力 更因为呢是有一代人的童年回忆 而且呢已经有十年没有在这个主流舞台上 登台露面的范小仙的出现 也是让人非常的期待 那么全新的导师阵容呢磨合的十分顺利 虽然说在节目之中 大家相互抢人丝毫不让 这私理下去是互帮互助十分有爱 第三季中国好歌曲 目前正在浙江加新紧张的录制当中 几位导师也已经渐入佳境 常常因为开场同一个学研而争得不可开交 这抢人的战火也是愈野愈烈 要说原本很有优势的羽权组合 却因为羽凡在录制前意外锁骨骨折 而编成了海权孤军奋战 好在没等多久 羽凡也终于归队了 而好歌曲3也是开放了媒体摊班 羽凡最终神秘出场 给了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 而满血复活的羽凡的归来 也给其他三位导师 刘欢 陶哲和范晓轩不小的压力呢 成功率高很多 当然我们都感觉到这威胁太烈了 这两家伙俩嘴罗到一块呢 那不是变成俩嘴的 俩加一块变成四张嘴 成方级别的 尤其是蛮血腹 我今天一到那时就感觉 确实前几天估计在那儿憋得够卡 多顾骨折又经过紧急手术 这才十多天 羽凡就复工了 不知道他目前恢复的情况 究竟怎么样呢 前一天拆线 后一天就开工 不得不说 羽凡也真是很拼 对此 羽凡也是直呼 自己闲不住 在病房里 他也是很不消停的 本来可以住五天 结果住到第四天 我就感觉了 可能护士要护我了 因为我把我的记忆看 把我的被子 把我的印象 把我的车的东西 都拿到我病房 然后每天都是 从下午就开始 有人来跟我聊天 要不是去打游戏 晚上就开始做音乐 经常会有护士在门口 是我看了那视频了 他跟护士一起在搓盘 然后想着 大家一听到我房间里放音乐 就等待门口 然后说想听唱歌 还挺开心的 不管怎么说 于凡这伤筋动骨的 肯定要好好修养 对此 贴心的陶哲大哥 就特别带来了自己煲的汤 都说之前陶哲和海拳 抢人大战很激烈 莫非是想拉拢下 嘴皮子超流的于凡 因为其实我 为了你特别煲汤 真的 然后本来想说 哎呀 你如果来的话 我亲自喂给你喝 哦 千万不要让他看到 学习《中国好歌曲》第三季 将于1月29日 正式登陆央视三套 节目能否突破 唱作人难找 赛指单一的问题 我们拭目以待 咸丰编辑整理报道 话说啊 这音乐真的是生活之中 非常好的一季调味品 所以呢 这种音乐类节目 真的也非常火了 大家如果没记错的话 今天是周五 那个《我是歌手》第四季的 第二期节目 就会在今天晚上播出了 喜欢听歌的朋友 可千万不要错过 那接下来 我们就进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雪宾雪宾 为雪宾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是有看到 许有冷酸林冠名播出的 娱乐今风雨了 小喜八面通 我是佳佳 在这儿呢 要特别的感谢南宫丽人 我们提供的美容支持了 这两天呢 天气非常的冷 据说呢 在天冷的时候啊 一定要听一些暖心的歌曲 热闹的歌曲 这样的话可以有利于 防止这个冰冷的天气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小沈阳的新歌 八戒八戒 一切都值得 八戒八戒八戒 一切都值得 八戒八戒 八戒八戒 八戒 八戒 噢阿弥多福 我会唱的不美不算高 长长的睫毛 三十六片床 当前无浪海逃逃 我身在鬼屋云里抱 飞不上云霄 坠落房间 只为你心跳 有平凡有普通 等心里有端火 燃烧出美丽的花一朵 花一朵 不远天 不远地 自卑放在心窝 黑夜总会过去 天亮山和彩虹